數十多年前的麒麟潭步道 沒有建設道路相當不佳 此次經由地方鄉親陳情 議員許素霞及相關單位前往會堪 期盼能串聯金國步道 方便在地居民及遊客使用 鄉親民眾期盼能盡速建設 並連結金國步道 讓前來的遊客及在地鄉親 產業運輸能夠有條安全又實用的道路 我們在中央政府和政府的位置 盡量跟我們建設經費 把這個步道可以做一個連結的話 我相信來我們這裡的遊客 這裡是我們在地的農民 他們要輸送農作課的時候 這裡是說來走路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所以在這裡也非常感謝 我們憲服我們的處長來到現場 他們也允許說在我們的中央這邊 來爭取更多的經費 來把這條路來做合適 所以所以在這裡也非常感謝 我們的地主管理提供我們的土地 然後後續有很多問題 我們憲服這邊可以跟地圖 我們村路這邊 以及我們的村民共同來 都做一個探討 串聯完成以後 我相信真的對路面也有優利 然後對來的我們這裡有客 因為走路也比較安全 也比較便利 會看後連結步道 需五六百公尺的距離 在地鄉親也願意提供土地建設步道 議員及相關單位與諾會盡速協助幫忙 旗林潭風光明媚 風景相當的漂亮 相信在步道串聯後 會使觀光及地方產業運輸 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議長和盛峰 對議員關心地方建設相當肯定 期盼串聯後能夠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民意新聞洪一泉 路股採訪報導 或許主要駕照 總統 不過 雖然 雖然 雖然